以色列内塔尼亚湖政府对伊朗认怂了吗 大家好,我是紫苍英脉 近日呢,媒体报道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跟美国总统通话的一些细节 其中呢,有一点,我认为呢 这个以色列内塔尼亚湖政府啊 基本上呢,是对伊朗政府有点认怂了 那问题来了 如此强硬的以色列政府,内塔尼亚湖政府 为什么能对伊朗政府认怂呢 它是怎么认怂的呢 下面呢,就给大家聊一聊 自从10月1日,伊朗200枚导弹呢 打击以色列以后啊 这个至今已经半个月过去了 伊朗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啊,至今还没有报复 这是非常这个奇怪的 以前呢,只要这个伊朗呢,打击了以色列 以色列必定呢,在5天之内啊 它就要报复的 但是呢,现在你看半个月过去了 15天,16天过去了 以色列政府啊,内塔尼亚湖政府啊 依然没有报复 这个美国政府啊,当然施压是一方面 但是呢,以色列政府在之前啊 在这之前呢,也是信誓旦旦的 要对伊朗呢,进行准确的打击 而且对打击的目标呢 也说呢,都已经签订好了 但伊朗呢,也不敢示弱 你要打,你要是动我的核设施 你要动我的油田设施 那几百枚导弹,500枚导弹 上千枚导弹呢,可能就过去了 那么最近媒体就报道呢 拜登说呢,我要是你们以色列的话呢 我就不会打这个核设施和油田设施之外的目标 不打伊朗的核设施 也不打伊朗的这个油田设施 这个以色列政府啊 现在也是说在讨论来讨论区啊 也罕见的说 这次就听美国的话了 美国是以色列的儿子啊 还是以色列的爹啊 现在是各种,有各种说法 就算是,以色列就算是美国的爹吧 就是,爹呢,要听儿子的话了 这半个多月 这个以色列政府啊 就是美国这个拜登政府 怎么劝都不听 一直是在打这个哈瓦斯和里巴嫩 跟全世界为敌,跟世界大多数的国家为敌 真是前所未有啊,前所未有 那么最近这个,内塔尼亚湖政府啊 就跟美国说了 不打这个伊朗的核设施 也不打伊朗的油田设施 那么要打什么呢 他要打伊朗的军事设施 这就有点这个 就是出乎这个 这个全世界的意料了 这个内塔尼亚湖政府 他为什么要这么认怂 要只打这个军事设施呢 开始不是信誓旦旦的说 要打核设施 打伊朗的核设施 打伊朗的油田设施吗 他还是呢 就是一点 他既在伊朗下一轮的这个 击败枚导弹的超宝贺打击 他还是就说呢 伊朗人民呢 现在我认为已经觉醒了 在外交上啊 在这个导弹的运用上啊 都已经表现出一个 伊朗这个一个大国的 就是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了 实际上就是这样 外交上的斗争 这个军事上的斗争 那不能再一味的 这个忍让软弱了 再这样下去呢 以色列美国还要欺负伊朗 那么10月1日就代表着伊朗呢 我认为是中东人民全部的觉醒了 所以说呢 用实力呢 让内塔尼亚活 基本上认怂 他打这个 以色列肯定 他可能还要打这个伊朗的目标 打这个军事目标 就像今年5月份那样打的是的 不痛不痒 那炸个什么导弹阵地啊 炸个防空导弹阵地啊 军事设施啊 因为伊朗的这个几千枚导弹 上一万多枚无人机啊 都在地下设施 都在这个国防工程的地下设施 上百米的地下设施 他打呀 顶多打一下地面上的这个防空导弹阵地 飞回几个也无所谓 以色列你过来过来打吧 你这是 你有航空力量强 我这个伊朗的导弹力量强 那看看谁能打过谁 你这个战机啊 还需要飞行员 你还需要空中加油 这个导弹过去既不需要人员驾驶 也不需要什么航路 一下子 十几分钟 包括高烧生物导弹 主要这个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人 什么就是忌惮 害怕伊朗的超宝货打击 伊朗人民觉醒了 波斯人民觉醒了 整个的中东人民觉醒了 那以色列如果说 在这个像过去前五次中东战争 那样猖狂的话呢 他知道他就要灭亡 这就是呢 物质的力量 就要用物质去摧毁 对敌人不能有任何的退让和软弱 就是要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强敌就是要斗争 才能有你国家民族的尊严 才有保证自己的国家的 人民的利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